2020年,一则消息在网上火速传播开来 标题便是广西农村90后小夫妻 用了12年时间生下了10个孩子 这个消息已经报道 就引来了外界极大的好奇心 大家都想要了解到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夫妻 竟然能够完成这种破天荒的伪业 这对小夫妻如何在短短12年间 养育了10个孩子呢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丈夫名叫韦国泽91年出生 广西河池多安县保安村人瑶族 因为从小出生在大山深处 所以虽然已经当上了9个孩子的父亲 这个不到30岁的男人 在面对外界采访时还略显羞涩 甚至还有点腼腆 而他的妻子10个孩子的妈妈 比丈夫大一岁同样是瑶族人 出生在不远的隔壁县 因为过去长达12年的时间 不是在生娃 就是在怀娃的路上 所以刚刚30岁的他 看起来竟然一副中年妇人的模样 身材干瘦 脸色蜡黄 没有同龄人的精神器 这也正常 让任何一个女人 在12年时间养育10个孩子 加上根本就没有的所谓营养品 身体消耗成如今这般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以说 这对90后夫妻 以一己之力 打破了90后 不愿意生养孩子的魔咒 甚至创造了空前的生育记录 但在现如今的时代大背景下 出现这种事情 外界很难不去探究 这对夫妇到底是有多厉害 才敢做出如此行为 当时面对外界采访的时候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对小夫妇的家庭现状 一间不到30平方米左右的破落房子 如果不是 身藏在大山深处 恐怕在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要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这种环境条件下 孩子们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 我们先不探究 维国泽夫妇是如何养育这些孩子的 而是先探究一下 这对夫妇不停生育背后的心理动机 养育了这么多孩子 这在外界来看是不可思议的 但在维国泽眼里 这不就是多个人多张嘴的事情吗 而令人震惊的是 身为妻子的蒙秀平 竟然力所地点了点头 似乎很认可丈夫的看法 这个理由肯定不能说明 这对夫妇两人 生育这么多孩子的原因 但足以说明 在维国泽夫妇的眼中 所谓的外界担忧地养孩子的成本 仅仅只是一张嘴的事情 至于所谓的孩子 能不能接受良好教育 培养成才这些是不予考虑的 这在外界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虎妈猫吧 但在维国泽夫妇眼里 压根就没有这个顾虑 事实上 这对夫妇不考虑这些也不奇怪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么过来的 维国泽从小生活在大山里 家里就他这么一个读苗 本来还有读书的机会 你敢相信吗 广西一对90后夫妻 隐居深山老林 在12年里面生下10个娃 消息已经媒体报道 两人竟还领到了 每月4000元的国家补助 那么这两位夫妻是谁 他们又是怎样领到国家补助的呢 但很不幸小学没读完 父亲就因病去世了 这一下家庭垮了 他也只能辍学回家 当起了家里顶梁柱 而蒙秀平情况也差不多 作为家里的老三 很小的时候母亲是去世了 加上贫寒的家境 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 就出来打工了 正是在广东打工的过程中 蒙秀平认识了维国泽 两个年轻人既是老乡 又是命运相仿 所以很快就产生好感 走到了一起 而在一起后 这对小情侣放弃了外面打工的机会 一同返回了家乡大山里 没有隆重的结婚典礼 甚至因为岁数不够 结婚证都没领 就这么两家简单吃了顿饭 两人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 婚后第二年 蒙秀平就生下了孩子 之后几乎是间隔一年的时间 生下一个 后来干脆连一年都没有了 连月子都没出肚子里 就又怀上了孩子 夫妇俩就这么生啊生 直到一口气在12年时间 生下了10个孩子 创造了罕见的生麻速度 但我们不禁要问 生这么多孩子 维国泽夫妇只是觉得 多一个孩子 多一张嘴吗 当外界问到夫妇两个人 就没有考虑过不生 采取避孕措施的时候 维国泽竟然回答 没用过那个玩意 理由则是家里穷 买不起 但我们知道 国家早就为了计划生育 免费发放这些寄生用品了 而维国泽随后表示 不会用这些玩意 甚至当问到 有没有考虑劫萨的时候 维国泽说出了 听说劫萨后 男人就没有了力气 不能干重活了 因此才不敢去劫萨 这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甚至常识的话 从维国泽嘴里说出来 夫妇两人能够干出这种事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且 夫妇两人一致认为 小时候都没有感受过 家庭的温暖 所以对于孩子 他们是来者不惧的 也从未想过 要将其中任何一个 送给其他人 说到底 从小出生的家庭氛围 受教育程度低下 加上跟外界接触不深 这才最终导致了 12年生育十娃的事情 否则 放到社会上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 有人会怀疑 国家的相关部门 干什么去了 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没有阻拦 有没有罚款 其实 对于维国泽这种生活 在大山里的夫妇 她一句没钱 你还能怎么着她 她如果不劫萨 外界难道还敢强赖 这么多孩子 夫妇两人 是怎么养活的 毕竟在一些人眼中 养活一个孩子 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两个就足以要命 三个更是不敢想的事情 常年生活大山深处 在这期间 两人还生育十个孩子 在这其中 最大的已经13岁 最小的也不过一岁 按常理来说 孩子这么多 家庭条件 肯定不会太差 而这对夫妻生活 不仅节俭 而且每月还领着 国家补贴 那么十几年里面 这十个孩子 他们是怎样养活的呢 但在维国泽夫妇这里 这些问题似乎不存在 孩子们的衣服 都是大的穿 穿玩小的穿 加上外面一些好心人给的 几乎不用花钱 而吃饭什么的 都是自己家地里长出来的 也几乎不花钱 至于玩具 地上的树枝和山里的石头 足够满足孩子们的玩乐 唯一的花销 貌似只剩下上学这一条 当然对于这个 维国泽夫妇倒是头脑很清楚 他们知道自己没文化 只能干苦力挣钱 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 是很上心的 但好在这个方面 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 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 他们也不用担心 至于因为拿不出一万元 所以无法住进村里的安置房 他们似乎也并不在意 维国泽夫妇的事情 已经报道后 舆论很快发酵 引来了当地部门的关注 虽然 维国泽夫妇的行为 已经违背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既然有了孩子 国家对于这种家庭 还是会给予帮助 在当地部门的关怀下 根据国家的政策 为维国泽一家人 每人每个月补贴350元生活费用 加起来有4000多元 对于一个习惯了节俭的家庭来说 这点钱已经足够满足家庭所需了 而且 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的 所有费用全部免除 如果考上了大学 还可以享受国家的无息贷款 这一下子 这个家庭唯一的困扰也不存在了 而且在当地部门的关照下 维国泽一家也搬进了150平的政府安置房 彻底告别了过去一家十来口 挤在30平米的破落房间内 尽管维国泽夫妇的行为 算不上多么负责 颇有点只管生不管养的架势 但在最困难的时候 这对夫妇也没有想过将孩子们送给他人 这一点对于身为父母的两口子来说还算是有担当 只不过这对小夫妇千万不要再生了 这些孩子已经够多的了 既然外界和国家给了这么多帮助 自己也要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将孩子们好好抚养成人就是最大的目标 当然 维国泽夫妇的做法对于外界来说绝对不可取 尽管我国目前新生儿已经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 人口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 但国家鼓励养育孩子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完成 毕竟养儿不教还不如不养 2024年1月17日 2023年国家人口统计数据终于出来了 没有太多的意外 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去年继续降低为-1.48% 较202年的-0.6%有扩大的趋势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国的新生儿去年仅仅为902万人 首次跌破了千万人大关 这就意味着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在未来几乎无可避免了 年轻人不愿意生 是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社会的常态 即使国家一再开放生育政策 甚至对新生儿进行多种补贴 相对于抚养孩子成长 教育方面的高额花销 这个补贴显然有点微不足道 所以结果就是不愿意生的照样不生 而愿意生的也不敢多生 导致新生儿出生人数 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感谢观看